肺炎疫情影响捷运站内的扶手 电梯跟车厢都加强消毒 但是提供民众喝水用的指引台 虽然民众并不会直接用嘴巴接触 不过也因此怕会有病毒残留在这个地方 成为防疫的破口 北水处宣布了双北一共643座的指引台 全部会暂停使用 而小区弹溜冰场 北投会管这些公共场所 入场也都采取实名制登记 必要量体温让民众安心 甩着一头俏丽短发 北市学姐黄静莹 亲自示范用指引台喝水 让许多粉丝直呼恋爱了 不过这样的画面 短期内很难再看到 来到运动场运动 许多地方都会设置这种指引台 让民众可以喝水解解渴 但是为了避免成为防疫破口 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宣布 台北有612座 新北有31座 总共643座的指引台 全部暂停使用 我觉得这个没有对到嘴没有关系啊 公用的一个饮水台 然后可能每个人的饮水习惯 可能也不太一样 所以有一些人也跟我们反映说 他们有一点点焦虑 会看疫情的状况 像他什么时候再恢复 实际观察 指引台周围都贴上了 白底红字的停用标示 有些甚至直接停水 而因应疫情 台北捷运公司更加码宣布 旗下的场馆 像是小巨蛋溜冰场 进场时都要踩实名制登记 至少知道是谁来 就是可能因为像最近学校 有些状况 确认体温没有发烧 也没有出国旅游时 才能进场运动 防疫准备再升级 避免任何可能形成的防疫破口 记者林小姐 宏伟财 天文报道